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看看要用到哪些绘画材料吧 红色 黑色 橘色 黄色 绿色 浙石色 清水 棉签 旋纸 毛毡 调色盘 印章 印泥 啾啾明天棉花头 棉花少少控制好 棉花头 蘸黄色 画出朵朵菊花开 中心出发来画画 向上绽放一朵花 中间的花瓣短短的 好像团团抱一起 外边的花瓣长一点 已经可以垂落地 换个颜色画一朵 大小不一 菊花开 上面的花朵新生的 有点小小没长大 下面的花朵大大的 托其上面小花蕊 棉花大头蘸折时 还有绿色一点点 任意画出叶脊片 注意干湿和浓淡 菊花叶子什么样 注意观察 看一看 好像宝宝小手掌 浅浅黑色 画精布 可以穿过花朵来 我们一起画菊花 秋天盛开 真美呀 调调调浅黑 沾一沾 画出窗框 横竖横 窗边有个小姑娘 画出刘海 小辫子 棉花头 蘸红色 画出小手 脱腮包 望着窗外美菊花 不知小娃在想啥 该印时光 印争取 寒露节气 有菊花